台西柯韻四名離職員工 拿出薪資單 指著上面的扣薪明目 拉拉扎扎一大堆 連電儀都寫著扣四十元 虽然只有幾十塊錢 但員工說感覺很差 譬如說包一個白包 給一種家屬 家屬 包一個白包 如果一百萬天 你給我扣一下 出那一塊就扣白了 電儀就是有員工或家屬過世 公司會直接從薪水扣款 台西柯韻說 這是府委會決定 早就行之有年 電儀雖然合乎情理 但就是扣員工薪水 勞動署說已經違法 不能夠私自從 員工的薪資裡面 扣除電儀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 已經違法了勞基法 二十條第二款 員工還說 公司要大家 簽署假日工作同意書 根本沒有落實 七休一制度 台西柯韻日前 才被員工爆料 讓司機連上二十五天班 現在又被投訴亂扣薪水 勞動處已經介入調查 離職員工也祭出存證信函 為自己爭取權益 記者廖文斌 陳廣睿 云林報道 也罵索 警察廣睿